金板神好久不见 大家一定都买好机票 准备冲日本吧 这集金板神人气新经典 阿摩要来点名 好逛好玩的新趣处 有打卡新地标 老经典的翻修改建 还有人气不派的主题乐园 那就是大阪环球 现在请跟着我们一起上路 开始这趟新金板神之旅吧 莫靠玩什么 小学校改造怀旧据典 历城Gardenholic京都 首先我们来到京都 2020年7月21日 京都新增一座 以昭和时代小学校改造的复合设施 历城Gardenholic京都 前身历城小学校 就坐落在京都热门观光地区的合园艇 校舍建于1928年 飞校后的小学校舍 经活化增建 摇身一变成为合园艇的新地标 进驻了旅宿 餐饮店和图书馆 很适合文青风格的小旅行 像是京都玄武店 Kotoiro 蓝瓶咖啡 历城图书馆等等 这里的营业时间应店而异 楼上也有饭店 阿末建议在白天时前往喔 交通方式是搭乘板级电铁 荆棘级线到京都合园艇 走路4分钟就到了 京都水族馆新展区 水母奇幻乐园 京都水族馆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内陆型水族馆 疫情期间经历三个月修馆 改装 2020年7月16日推出新展示区水母奇幻乐园 展示空间以全景水槽360度环绕为特色 加总起来约有30种5000只形形色色的水母 展示的数量可是西日本第一 这里也有水母的私育员 驻守在现场和观众互动 可以深入认识水母的相关知识 看到这些小水母悠游 好疗愈耶 要好好长大喔 京都水族馆的开放时间 平日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6点 假日则开放到晚上8点 也有配合暑假更长的时段喔 门票的话大人一张2200块日币 越小的小朋友优惠越多 交通方式的话 搭乘JR三音本县在美小路京都西下车 走路7分钟就到了 再到顿觉说 嗨! Cheese! 接着我们来到了大阪 到大阪怎么可以不和 固理狗的跑跑人一起拍照呢? 今天固理狗跑跑人旁 还增加了一个让大家拍照打卡的好邻居 那就是雪印6匹起司广告刊版 日本人在拍照时都会说嗨! Cheese! 那你知道吗? 这是雪印乳业在1963年的品牌广告中 所带起来的风潮喔! 2022年10月为了纪念雪印最受欢迎的6匹起司发售68周年 特别在道顿觉挂上嗨! Cheese!的广告刊版 一定要跟同行的亲友在这里拍一张纪念照啦! 搅头方式啊 是搭大阪地铁玉堂金线 在南波下车 14号出口上来后 走路3分钟就会到了 通天阁高速溜滑梯Tower Slider 坐落于大阪新世界商店街的百年瞭望塔 通天阁 2022年5月9日启用新建的溜滑梯Tower Slider 高低落差22公尺 长60公尺 这个巨型滑梯的入口就在通天阁三楼的中间展望台 从这里溜下去抵达地面只要10秒 会不会太刺激啊? 玩完溜滑梯也可以顺便看看每层楼的展示 一直到5楼都还有户外展望台 一览最辽阔的大阪空景 通天阁溜滑梯的开放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半 门票则是1000日币 对溜滑梯没兴趣的话 也可以买展望台的套票看景 通天阁的交通方式 可以搭大阪地铁借金线在惠美须艇下车 3号出口上来后走入3分钟就到了 欢迎来到超级任天堂世界 大阪最令人期待的新经验 莫过于大阪环球影城 在2021年3月新设的园区 超级任天堂世界 看到从小就熟悉的玛丽欧电玩 在眼前真实在线 不仅觉得好激动 漫步长帮山 库巴城 碧姬公主城堡等经典场景 感受玛丽欧世界的氛围 也别忘了带上可以收集金币和积分的能量手环 集满三把钥匙 就可以挑战大魔王库巴二世 有多一点预算的朋友 可以事先购买特快入场券 一般门票的话 最便宜是8600多日币 换算成台币来2000元左右 营业时间落在早上的9点到晚上9点 也会配合日本假期延长营业或提早开门 大阪环球影城的交通方式 需搭乘JR引导线在环球城下车 走路3-5分钟就到园区啦 港岸文化新基地 阿兜阿艺术水族馆 最后我们来到神户 除了知名的神户临海热园 2021年10月29日 还新增了一座文化基地 神户港博物馆 博物馆的主要设施 是这个剧场型的水族馆 阿兜阿 蚁光、投影等艺术形式 全是电影场景般的海洋世界 展区有很多的小主题 屋顶也有展望空间 可以一览神户夜景 阿兜阿 水族馆的营业时间 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8点 门票大人是2400日币 假期期间会调涨到2700日币 可能人多期间 馆内维护的开销也会比较大啦 交通方式的话 可以搭乘JR或板神电铁到远艇 吸出口上来后 走入15分钟左右就会到了 以上这几个金板神的新名所 你最想要去哪一个呢? 欢迎留言告诉阿末 最后记得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莫可玩什么最新最实用的旅游资讯喔 我们下次见